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速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那个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一呢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坐笔呢 就是坐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鼻 从坐笔孔当中的出三次个气 就是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而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这个圣母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1-2-3 means that 1-3 & n yangaa 万样 万象 tu kok 1-3 means that 2-3 means 万象 tu kok 1-4 means that 1-5 means that 2-6 means that треб pla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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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distintos います 也 有 вид 打 fim 证 给 对 火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年华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面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 让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照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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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世界当中安住 主义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三个 遣除闭魔者数十法 这个数十法也是前行皈依和法行一样的 正式观想的时候在空心当中观想自己前面的 这个莲花和热叶上面是根本上师根本上师 其实所有的传承上师都是无二无别 周围有护法 空心以及所有的本尊贪嗔 这些都是围绕着上师自己跟路道轮回的一切众生 还有加害自己的鬓魔鬼神等等自己在下方这样观想 然后把自己的心身变成一个红色 然后从头顶梵境邪当中出来 除了马上变成了无部勇士或者佛陀 然后他们拿着宝针自己原有身体的头盖砍下来 然后这个头盖变成一个特别大的锅那样大的头盖 这个放在三角上 然后三角上用顽道原来自己的肉体放在里面 包括自己的血肉全部都是放在里面 之后下面都是用火进行燃烧 然后所有的血肉全部已经炖好了 而且十方诸佛菩萨将下甘露 用通过五马红的三个字 净除一切不清净的东西 这个之后心里面或者以其他方式来观想很多 供养天理用天理盖来甘露要上来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然后让这些十方诸佛菩萨都得到欢喜 通过这样的供养积累了两种资粮 获得了殊胜和共同的悉地 然后有无数的宾客有哪支土帕 就是刚才的那种甘露供养给六道轮回的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所有的这些钱的债全部已经还上了 尤其是这个托帕供养给自己加害的鬼神 或者一些病魔 障碍就给他们进行布施 布施完了以后他们都已经得到满足 并且所有的魔众都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自他之间所有的恶缘全部已经熄灭了 所有的诸佛菩萨也好 六道众生也好 自己与有关的一些病魔障碍全部都是有无比的欢喜心 而且他们全部都变成光一种欢喜的光吧 但这个修法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在非常欢喜当中 取出了相续的病魔 然后自己身体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寿命已经延长了 所有的这些吸地都获得了 所以这种修法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时有时候身体不好 有时候是修行当中有些违缘 那个时候你干脆把自己的身体做成甘露 供养给所有的鬼神病魔 这样观修非常殊胜 具体的修法我们在讲《格萨类修法》 不共加息里面《格萨类修法》里面也讲得比较多 但是这里面跟四大十业 跟俗世法 上师的瑜伽结合起来而讲的 这种修法也是平时我们在做的 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后无言当中作回向全部都是小语空音当中 然后做无言当中回向 这是我们很多道友如果做了一些恶梦 或者说始终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些鬼神 就是缠着自己有什么护仙或者一些其他的鬼神 经常缠缝着自己的话 那么经常用自己的身体变成甘露了 就供养 上供 下施 这个修法是 帕吉克拉布尊他们所创下来的 般若法门的一种色色法非常殊胜 因此我们也经常这样观修 是 在灵状上问点 我接下来的 这设计会是 虽然的 其实是 但是我已经来说 这个消费中的 也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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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轮回的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所有钱的债 全部已经换上了 尤其是这个托巴供养给自己加害的鬼神 或者一些病魔 障碍就给他们进行布施 布施完了以后他们都已经得到满足 就得到满足并且所有的魔众都是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自他之间所有的恶缘全部已经熄灭了 所有的诸佛菩萨也好 六道众生也好 自己与有关的一些病魔障碍全部都是有无比的欢喜心 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变成光 就一种欢喜的光吧但这个修法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在非常欢喜当中 我们取除了相续的病魔然后自己身体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宿命已经延长了所有的这些吸地都获得了 所以这种修法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时有时候身体不好啊 有时候是修行当中有一些违缘啊 那个时候你干脆把自己的身体做成甘露 就供养给所有的鬼神病魔这样观修非常殊胜 具体的修法我们在讲格萨勒修法 不共加息里面格萨勒修法里面也讲得比较多 但是这里面跟四大十一跟俗世法上师的瑜伽 结合起来而讲的这种修法也是平时 我们在座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无缘当中作回向全部都是小语供应当中 然后做无缘当中回向 这是我们很多道友如果你的做梦做了一些噩梦 或者说始终觉得自己现在有一些鬼神 缠着自己有护仙或者一些其他的鬼神 经常缠缝着自己的话 那么经常用自己的身体变成甘露了 就供养 上供 下施 这个手法是帕吉尔丹巴和马吉尔拉布尊 他们所创下来的般若法门的一种摄氏法 非常修胜因此我们也经常这样观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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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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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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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